反滲透法並不是反交流 只有有滲透的行為 同時又有違法的行為 才有可能觸罰 您多次呼籲說守護台灣非常重要 但是藍營那邊還是繼續批評反滲透法 那您怎麼看 因為這個法律已經刪讀通過了 蔡英文總統在元旦致詞的時候也講得非常清楚 反滲透法並不是反交流 只有滲透的行為 同時又違法的行為 才有可能觸罰 而且是不是觸法要交由法院來審判 並不是由行政單位來說了算 因此要到中國大陸去就學、就業 或是進行宗教各種交流都沒有問題 民主進步黨幾十年來跟台灣人民共同打造了民主的奇蹟 所以民進黨不會去傷害台灣的民主 也不會去破壞台灣的自由 這點我相信國人應該可以看得很清楚